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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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 宝贝 我猜 你现在应该很困惑 没关系 现在看条广告 你就清楚了 你是否因为工作太忙 无法照顾家庭 又是否因为照顾家庭 而耽误工作 从现在起 一切不再是问题 共享爸爸 大家都在用的 爸爸租赁APP 只需打开APP 就能找到 离你最近的共享爸爸 为需要爸爸陪伴的家庭 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家庭事业从此兼得 共享爸爸 比爸爸更完美的爸爸 我叫威廉 已经在这家叫做 共享爸爸的公司 任职三年 也许你和小问 谁会需要租赁爸爸 我们的业务还真是不少 作为公司骨干 至今 我已经成功的扮演了 200多个爸爸 比如这位客户 他的儿子方江江 想要进国际小学 校方规定 面试必须父母双方陪同 但孩子的爸爸 刚好去美国出差 同一天 我还是张宁令舞 王琪琪小朋友的爸爸 我热爱我的工作 因为 它是份伟大的事业 对不起 对不起 早上 先早上 把一些脚装 放在乳同学乳包里面 然后下到那堆同学下 我热爱我的工作 不是所有人 都是天生的完美爸爸 我们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胜任各种需求 工作中 便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 偶尔也会有些小说 偶尔也会有些小说 无暇陪伴家庭的爸爸 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就像公司的slogan 共享爸爸 比爸爸更完美的爸爸 直到这一天 我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祝你三日快乐 祝你三日快乐 我当然知道 他不是孩子的爸爸 他是我的同事戴维 海贵博士 外表帅气 一无一流 是公司的名誉之星 从他专业的微笑 以及说孩子们的欢迎程度 可以看出 他今晚的工作 干得不赖 来 一个点半街道的紧急工作 进门看到桌上的照片 才知道居然是你家 对了 慧哥是个好孩子 留着最后一个蛋糕 说什么也不肯分 是留给你的吧 来 走了 下班了 还是要谢谢你 你共享爸爸 比爸爸更完美的爸爸 拜拜 拜拜 拜 Goku Absin87 那天后 我换掉了这个工作 我不知道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完美的爸爸 但是有一点 我很肯定 在这个时代 什么都能共享 但对家人的爱 只能定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